以后想当科男 三搞笑妹检署实习 昨天的基隆地检署有三个搞笑妹妹 不过这三个妹可不是来玩的 她们以后很可能是坐在法庭上 主持正义的检察官 基隆地检署今年首度跟政治大学法律系合作 安排将生大事的三名女生 暑假到基隆地检署进行20天的实习课程 其中还有两个女生每天更不辞辛劳的 车程时间超过两小时 从政大搭车到基隆市 其实需要法律人才的层次 像一些中小企业或是台湾各界需要单位 其实很多 可是进来这边之后 才发现说其实站在第一线为国家服务 然后去捍卫真实 或是发现真实的 其实是法院跟地检署 实习过程里从居留室 关户人士 现场勘察到侦查庭内的交相结问 都让三人印象深刻 像我们如果要接触人群的话 像后面那些 刚刚刚都会特别提到 后面那些不可告人的原因 因为你们犯罪后面一定会有一个原因 一个故事 那我们看到说 关户人可以先图过他们的心法 然后可以说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再转介他们哪些机构 可以就是给他们帮助 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就是那个尺寸 然后就是需要经验去累积 除了法条规定 我们保持做一些技术的了解之外 那实际操作上一定会有一些技术 像会是经验保余 那要透过跟在生病看 然后不懂就直接问 食物跟学术的内差 到底是从他里来的吗 看他有透过这样的情节 他会比较清楚 三人上完课异口同声说 检察官比法官更有趣 你想加入柯南的行列 让主任检察官也笑说 三名同学的搞笑加入 让基隆地检署内年轻不少 董新闻 以后就看你们了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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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